我明天得去趟公司 有个合同要签 不许去 在家陪着安娜 为了那点破钱 你会失去女儿的 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季军啊 你是比较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 你别问 你就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都喜欢 骗人 肯定喜欢男孩 当然啊 如果是个龙凤胎 会更完美吧 你赶紧找别人吧 要不然耽误你 剩龙凤胎了 也是啊 好 你赶紧去赶紧去 我不想看见你了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对啊 我认真的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走 赶紧走 好 我去找我的龙凤胎妈妈去了 林志军 你太多谜题了 我只能再去一次槟城 揭开这一切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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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吃饭了 哎 马上就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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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机场吗 我帮你 等一下 我帮你 你 我帮你 留着我 我帮你 她帮你 corporate 你帮我帮我帮你 看好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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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她帮你 我帮你 你帮你 拜拜 哥雅 我到马来西亚去了 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马上就起飞 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 谁都不知道 我会解开邻居军的谜团的 二味 � bubb 見 来尝尝我做的佬西鲁牙 椰浆饭 好香啊 没有客人 我先走了 我烦了你们 你怎么来了 你没有想到 我会找到这儿来吧 是啊 你还真够缠人的 林志军呢 我要见他 林志军 他已经死了 他没有死 他真的已经死了 不信 你可以自己去找 徐小姐 你真的是 林志军的妻子吗 我是 你还在撒谎 你不是的 既然我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 我告诉你的就是真相 陆小姐 这段感情 你们都真心相爱过 就应该好好地珍惜 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 不好吗 难道就这么一直相信着 不好吗 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 就从昨天开始 我都一直还在劝我自己 不要犹豫 不要怀疑 他是爱你的 就算你现在突然蹦出来 你跟我说 你是他的妻子 我也要相信他是爱我的 我努力地去想那些 我们很美好的回忆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的日子 但是我现在 已经都快想不起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 不安 急着 甚至是恐惧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然后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 徐小姐 拜托你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里 他 他真的已经死了 我 不管别人说了些什么 死了就是死了 好吧 我知道 对不起 我又打搅你了 等一下 虽然林志军已经死了 但是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 让你知道 他到底是谁 什么意思 明天相同的时间 你再过来找我吧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咱们上次就住这儿了 好吧 进来吧 我 安娜 你也太任性了 这次又是 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你知不知道你爸妈真的很担心你啊 你也应该多替他们想一下 别让他们总是提心吊胆的 安娜 嗯 你今天见到徐秋言的时候他怎么说 他说明天要带我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具体他没说 但我想明天去了就知道了 你当初是为什么怀疑徐秋言的 等等我给你看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一照片 他们两个人眉宇间有些相像 然后如果是情侣的话 都会搂搂抱抱亲亲我我的 但是这两个人 最近那一张也就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不太像情侣 所以你怀疑 徐秋言根本就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嗯 可也许是因为他们感情不好呢 之前这一点徐秋言也说过呀 这一点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你仔细想过没有 我们来找他的时候他不见我们 结果自己跑到国内来找我们 你不觉得这真的很让人搞不懂吗 难道是受人之托 所以我才一直坚信 林志军他没有死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明天都会有答案 谁啊 姐 是我 多多 哎 哥也啊 你在啊 哎 哥也啊 你在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多多 哎 我们不要这个仓数 我们不会养 我大姨也不让我养 你们要不养 他就死定了 你就是没地儿养 才送过来的吧 本来就是给我姐买的 可不能出问题啊 那我放这儿了 哎 帮我养啊 歇歇 喂 喂 你 什么样啊 不 你昨天说 你要带我们去个地方 你也来了 不管怎么说 林志军是我的同学 我们的朋友 他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有权利知道 阿婆 你帮我看一下店 我出去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们等我一下 你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是不是都说中文 这边的官方语言 是马来语跟英语 中文只是学校里的选修课 你中文说得很好 当然 因为我是华裔 那你的中文 是跟你爸学的 还是你妈 我没有爸爸 是过世了 你问那么多干嘛 那 那你母亲呢 听说你是个医生 曾经是 你这样有一种病 叫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症吗 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症 对 就是这个名字 知道 又类似于白血病 但又不太一样 这种病 简单说就是 造血机制损坏 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 平时没事的时候 跟好人一样 但是一旦发起病来 就要靠定期输血治疗 没错 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定期输血 也许还可以通过骨髓移植 但是风险比较大 马来西亚这边的医疗条件 我不太了解 但在中国 还是有几家医院 很有经验的 怎么 你身边有人得了这种病吗 我母亲得的就是这种病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都是林志军吗 对 都是他 这些是你拍的吗 当然不是我 这些都是林志军的妈妈拍的 他妈妈 林志军 他有跟你提起过 他的童年和父母吗 过于他的童年 他没具体跟我讲 但他跟我说过 他父母很早就离异了 他跟着父亲在过 父亲是个做小生意的 他父亲确实是做生意的 但做的 可不是小生意 你看 这栋大楼 就是他父亲的 一整栋大楼啊 这只是清华集团 微不足道的 小小产业之一 清华集团 听说过吗 清华集团 是马来西亚排名前十的家族器 涉及的领域有很多 林志军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 富二代 不可能 他没有什么钱的 他没必要骗我 他确实没有骗你 他确实没有什么钱 你们看这些照片 难道没有发现些什么吗 这些照片 有很多都是偷拍的 对 都是偷拍的 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 他的父亲 他们本来是一个公司的小员工 工作勤勤恳恳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还有一对儿女 但是后来 被公司老板的千金看上了 这位千金说 要么 要么失业 保住妻儿 要么 事业上飞黄腾达 但要抛弃妻儿 所以他选择了后者是吧 对 这个附加千金不能生育 所以 他们把儿子留了下来 但女儿和母亲 就被赶了出去 这位千金还下了死令 他让这位母亲 在有生之年 都不可以再见他自己的儿子 他跟儿子分开的时候 儿子才只有三岁 他由于太想念儿子 所以总会偷偷地去看他 但每次都会被发现 然后被赶出来 一边有权有势 一边无依无靠 就是这样的情况 僵持了几年 后来儿子慢慢地长大了 他才知道 那个一直被赶走的女人 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但是又不能相认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他念大学的时候 他决定去中国留学 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摆脱他继母的控制 当然 他继母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不但极力反对 还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但他还是娶了 而且终于 和他的母亲相认了 所以 这个儿子 就是林志军对不对 这个妹妹就是你 对不对 徐小姐 你根本就不是林志军的妻子 你是他亲妹妹 既然你这么说了 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看她 我带你来吧 她是不是 我带你去看看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说带我们去见林志军吗 别着急 这幕是林志军母亲的 也就是你母亲的 对 过世没多长时间 几个月 好像就是在志军计划和安娜结婚的时候 对 我哥哥的幕在那边 我带你们过去吧 什么意思 这是林志军的幕 对 只埋了他的几件衣服和物品 因为没有找到遗体 我也始终觉得 他会回来 可是并没有 我哥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吉隆坡 血液调配中心工作 就是为了能找到 和我母亲一样的血型 可是找遍了整个马来西亚 都没有找到相同的血型 所以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为什么 我哥会去中国找陆小姐 甚至还为了陆小姐留在中国工作 以至于后来 追求陆小姐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他只是为了我的血 是的 我哥说 他说你的血型完全符合我母亲的血型 万一 我母亲有什么意外的话 你就是一个备用血苦 就在你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母亲过世了 我哥他只能放弃原来的想法 他跑了回来 我们的父亲一直监控着治军 不让他回槟城来看母亲 即使是最后一面 为了不让他知道 我哥不能坐飞机 所以 他只能 他只能坐船回来看你们 后面所发生的 一切事情你们都知道 对不起很抱歉 但请你们原谅我哥哥 他是太爱自己的妈妈 才会这样做的 但是我母亲并不是因为血液病死的 所以从客观上说 这与陆小姐无关 就算他当初 接见陆小姐冬季不纯 实际上 我哥一开始 接近你确实是为了你的血 怎么了 不要紧 没事没事 一点小伤 你别紧张嘛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我没事 你不用这么紧张 你不知道你的血很特殊吗 一定要小心 你说我的血特殊的话 是不是很值钱啊 如果你非要这么衡量 也可以这么说 只不过 只不过用钱也真的买不到你的血了 潘娜 其实我真心觉得 你可以到医院把你的血保存起来 为什么呀 这样子你以后万一有事 但是如果你提前保存起来 你就不会有问题嘛 那能保存多久啊 如果冰冻的话 大概一年左右 那一年以内我没用不是浪费了 怎么会浪费呢 如果你不用的话 可以让别人用啊 别人用 那一年之内别人也没用 我也没用的话 那不也浪费了 我再给你假设一下 如果一年以内别人用了 然后我也要用 那我也用不上 那还不是浪费了 什么啊 我都被你让晕了 吴小姐 请你原谅他 在那儿 安大 你说哭就哭吧 要不我们回酒店吧 我们收拾行李马上回顾 我去叫车 你等我一下 为何 这个榴 bor 我都回来了 我会有程不驟 这样啊 不许同选 我请你 我取了一些钱 如果你能需要这 没有了 我有信用卡 他 他真的没事吗 受我那么大刺激 能没事吗 对不起啊 但是是你们 非逼着我问的 行了 这里没一事了 你走吧 哦 对了 这个 这是我的电话号 如果太好了的话 麻烦你告诉我一声 祝您好 安那 你醒了 平凡 怎么样 感觉好些了吗 我怎么在这儿啊 你刚才 在墓地晕倒了 平凡 林志军 他真的死了吗 对 死了 安娜 你醒了 许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有点放心不下你 所以 我过来看看你 我 我想 我想问一下你 你刚刚在墓地 你跟我说的那些 关于林志军的事情 都是千真万确的吗 都是真的 你敢发誓吗 我发誓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忘了他吗 你不是 这么幸福吗 还 spacecraft呢 你不是 它是要去 你不是 你不是 要去 我 我 你不是 我认过了 那少爷出现了吗 还没有 你可以去槟城了 你去找邱颜 按我说的去做 明白 见到那个女人了吗 见到了 她把真相告诉我们 她其实是志军的妹妹 平凡 你听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她是什么人 你都得把安娜给我照顾好了 不能让她受委屈 听见了吗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安娜的 行 不管有什么事 直接跟我联系 好吗 好 我明白 吃点东西吧 你都饿了一天了 我不饿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住院 就是因为不吃饭 低血糖才会晕倒的 我不吃 要不吃点水果行吗 不吃 对了 你妈打电话来了 她很担心你 安娜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要不 咱们回去吧 没让你妈担心了 没让你妈担心了 您好 您好 您今天不营业 我知道了 您是徐秋衍小姐吧 我是 您是 这是我的名片 我们可以聊聊吗 可以啊 那你怎么吃了 行吗 你也想要吃饭 然后你吃饭 不要吃饭 谢谢 你是律师 是的 请问我是惹上什么麻烦了吗 没有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说人之托 想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情况 你应该有个哥哥叫林志军吧 对 我是你父亲派来专门 他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而且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 就算见了面 恐怕他也认不出我 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我告诉你实话吧 我这次来是有原因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请您不要紧张 我来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 我听不懂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 我的目的就是带少爷回家 你不想说我也不会为难你 这样吧 我有个办法 又不会为难你 又能让你哥现身 你想怎么样 我受你父亲所托 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请你跟我走一趟 我们去吉隆坡 我哥他 他已经死了 死了 在之前的沉船中遇难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认为你跟我说这样的谎言 我会信吗 我真神 与我这个境运 我不说 能不能 ados 荷 你的背 祭 迎 这次被人利用 使我感到了人间的悲凉 爱人之间都缺乏信任 我们爱的小无外面 既然下起了额毛大雪 多么不可思议的场景 整个冰天雪地的场景 只有在游乐场的冰天雪地出现了 雪下得很大 气氛跟我的心情一样 降到了冰天 我无法接受自己被当作林志军备用血酷的事实 他应该和我说清楚 我希望这场大雪将我彻底埋葬 让自己融化在这冰天雪地 weeks myths several decades 阿霞 可, 其次 一直是 בר 很高 我们要去 有 stress 我猜 你 飞 你 监人 安娜 是不是觉得冷啊 过来 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的心 还要继续坚定 有一切一定 在遇见你 我们的心 都变了一遍 只会对谁 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 早就牵好了鞋 它要我们 一起相恋 我的心 就变向你那边 我要我们 一起到永远 一生 再见 在永远 未知 我们的心 都变了一遍 只会对谁 特别的想念 命运它 早就牵好了鞋 它要我们 一起相恋 我的心 就变向你那边 从头到尾 你到底爱过我吗 直到永远 一生 彩文说 你是为了我的血 才接近我的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血吗 好啊 我给你啊 我都给你 我都给你 如果我给你我的血 你就满意了的话 那我就成全你 我都给你 你愿意 będzie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